刚才咱们创建节验路的时候 你看 你要么使用动态分配 分配指定大小的站 要么你要去提供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多大 你得告诉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站 它的大小到底怎么选取呢 之前我们说过什么 站里面会保存什么 函数调用关系 站里面有什么 一 返回地址 比较LR计存器 或者说其他计存器 第二 还有什么 还有局部变量 第三 如果你的这件路被切换的话 还会保存现场 这现场就是16个计存器 16乘以4 等于64字节 局部变量呢 这取决于你的代码 如果你的代码里面 会用到一些局部数组 比如说TRA BUFFER 你搞个1000字节 那你的站够不够用 你就要考虑一下了 所以说局部变量 取决于你的代码 这范围地址还有其他计存器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函数调用深度 所以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个站的大小呢 怎么去评估呢 你可以去选取你最复杂的调用关系 咱们举个例子 你的验路里面可能有A调用B 调用C 调用D 调用E 有自己的站 我得保存LR 有自己的站 我得保存LR 12345 5级调用 那乘以 每一级调用里面 咱们需要保存哪些计存器呢 咱们可以随便打开之前的一些返回边看一下 你看 这保存了 2345 5个计存器 这里没有保存计存器 456 四个计存器 456加LR 四个计存器 七减四等于三 三加一等于四 这五个计存器 你看 基本上是保存五六个计存器 理论上 它应该保存多少个计存器 它最多要保存几个计存器 你可以打开暗架构的指使 理论上 它需要保存最多的计存器的时候 R4到R11 再加上这个LR 11减4等于7 7加1等于8 8加LR等于9 理论上需要保存9个计存器 最多要保存9个计存器 被调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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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存器 被调用者 每一个函数都非常复杂的话 都用到了什么24啊 25啊到21啊 它太复杂了 这寄存器都用完了 那怎么办 它都得先保存下来 你用完之后再去恢复它 这寄存器被称为被调用者寄存器 9个 那么就是5乘以9 每个寄存器占据4个字节 每一级函数 它都要使用36字节来保存这寄存器 从这里可以看到 调用深度越深 你要用到的站越大 好这寄存器就调用关系了 但是用到站最大的情况 并不一定在最深的调用关系这里出现 就比如说 我可能A 我先去调用F 调用完F之后 我才来调用B 才来调用C C里面再调用D D里面才调用E 但是有可能最大的站是在这条线上出现的 因为在F函数里面 它定义了一个巨大的局部变量 Buffer 1000 你看这个时候 用到站最多的情况反而是在A到F之间 所以说你得去看你的代码 你得去找到使用局部变量最多的函数 在保存现场 基本上是恒定的 通过 123 通过这三个情况 你就可以大概估算出你这个程序 用到的站最大有多少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以我们这个最复杂的音乐播放为例 来看看这里 Play Muic 好 它在Muic行序里面实现 你看 一层还有自己的站 有自己的站 有自己的站 计算站大小 最精确的办法当然是去看反卫边 但是我们可以看C代码 来估算一下 一层 两层 这个也是两层 我先代用完这个 再代用这个 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 来看这函数 一个局部变量 两个局部变量 没啥 两个局部变量而已 它用到的站大概有多少呢 你看 从这里调用到这里 在这里面它只有两个局部变量 咱们先不管这些局部变量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调用 来看看代码 这里面 这是第三层 里面又有各种操作 各种深入的调用 各种深入的调用 太复杂了 大概评估一下就好了 这种办法比较笨 第一层 第二层 这是属于第二层 里面呢 第三层 第三层里面 有一个局部变量 里面又有各种调用 你要慢慢去分析的话 很费时间 我们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 我们假设有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四层调用就好了 这只是估算啊 四层调用 局部变量呢 你看 在这里第一层这里没有什么局部变量 第二层这里 局部变量一个两个 两字节两字节 这是四字节 在这个行键里面有两个局部变量 在这行键里面呢 它是一个结构体 这结构体有多大 你去看一下 好 这结构挺大的 1234567 28字节 这个局部变量 好 其他更加深层次的咱们没有看了 就看到这里吧 再加上 一路被切换出去的话 要保存现场 现场是64字节 好 四层调用 每一层 是36字节 那么用的占大小等于多少呢 约等于多少 这只是约等于 144加上局部变量 32 再加上64 等于多少 100 250左右 你看 这250左右 是字节 我们提供的占够不够 我们提供的占是 128 128的单位是 128乘以4 字节 那是大于250的 这样粗略估算是够了 当然 既然只是粗略的计算 如果想精确的计算 这个占的大小的话 以后我们会讲一些办法 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